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旺天下 没有做一天 依然新闻有限 不想重复做又重复 就是讲俄乌战争 都讲了四五节 在这里不如总结一下 中国和俄罗斯 事实上在近十年 他们的重大失误就是误判 导致了2023年 很有可能就是中俄崩溃之年 不是危言松听 而是事实就是这样 两大供应国 他们以为这个世界 他们是必须的 他们的误判 第一 我们先讲俄罗斯 俄罗斯的误判 就是入侵乌兰 它似着说 整个欧洲的天然气命脈 就是因为我提供的供应 无论是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如果我打仗 你制裁我的时候 这样我的天然气不卖给你 直接导致整个欧洲缺气 即是断气 这样直接摧毁欧洲的经济 所以他在那买 他在那倒 过往这一招普京是无往而不利 因为他真的拿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脈 就是我输气 这个就是误判 结果你看看 炸了北溪二号 油价大升 但是欧盟他们的坚决 接着很快找到替代粉 第一 美国的所谓的战略石由释放出来 第二 就是 就是 当你打这场仗的时候 全球的经济下滑 一下滑的时候 需求燃油 反而少了 而第三 当然 就是沙地阿拉伯 极速地 跟美国谈定数 又 说明 缩减二百万桶 现在不缩减不止 还增产 在这里 你就看得到 就是说你所刺的武器 就是这些天然气 已经 真真正正是站不住脚 亦都这个误判造成了普京 在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它陷于一个死局 一个败局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误判 过去 因为天然气这个问题 因为攻气这个问题 令到普京 可以在欧洲上告 有华语权 你见到刚刚战事之初的时候 苏尔茨又要见你 接着 你见到马克龙飞来飞去 接着英国 约翰逊 先跟你说了 先不要打 但结果 到现在 这个世界是真是不亏石油 好了 这个 就是俄罗斯的误判 导致了今天的败局 因为整个欧洲 欧盟北约 已经站稳了在这一场的 俄乌战争的乌克兰这方面 第二个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 中国 过去这十年 由世界工厂形成 整个东莞 自己要不停宣传的 东莞大塞车 全球 经济就会断的了 甚至有些人应用 如果我们中国不生产 美国人连褲都没得着 就是这种的自信 说给全世界 中国 就是世界工厂 也有最大的单一市场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斥的东西 在宣传上 无论你见到胡锡进 你见到金铲铭 你见到国内 所有的经济论坛 都出来同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 强大 但是如果不是中国有足够的工厂 包括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时候 全靠中国的产业链 无论口罩呼吸机 全靠甚至疫苗 在第三国家那里 都是靠中国支持 所以中国的经济 甚至中国的市场 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是你没办法去扣动的 因为中国就有最原备的产业链 但是事实 过去由特朗普打响第一枪 中国工厂破灭 外资陆续这样走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未来一年走得会更加多 因为预备功夫做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连根拔起 更重要就是因为制裁这一方面 令到中国的老板 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他都知道 如果他们要有外国订单 甚至他们要生存的话 这样不是外国人走 而是中国的工厂都要走 你就见到大量的工厂去越南去印度 这个中国的误判 这个也是习近平的误判 所以以为可以在前年三条红线打压房地产 因为中国的底气球 因为我们中国还是世界工厂 始终你们那些人会回来的 结果外资一去不复返 开始陆续地失业潮 流域崩溃 内税不足 大量的地区政府连量都出不了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误判 这两个误判 俄罗斯和中国的误判 会令到他们分分钟在2023年就崩溃了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我天哪